黃子嬌以婚禮歌手 入圍金鐘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邀一同角逐掌向的吳宗憲 月前宣傳婚禮歌手抄襲國外節目 一番言論引起熱議 我就當他是幫我們宣傳 因為憲哥的幾句話 整個新聞 瀏覽率都變高了 所以感謝他 反而讓我們有一些機會 被沒有看婚禮歌手的人看到 所以要非常謝謝他大力的支持 你看他就不幫其他人宣傳 只幫我宣傳 特別感動 沒事沒事 完全沒事 因為我們兩個 就像他講的就是因為是老朋友 才敢這樣 你不熟的你還不敢吵吵鬧鬧 這製作人好像很生氣 後來也沒事 我一直在跟他溝通 我也把憲哥跟我講的話都告訴他 當然因為他是原創者 他當然會有一點點情緒 但他也是大人 所以沒事沒事 你真的是OK的 地震不叫恐怖 昨天真的差一點在電梯裡面 快下風這樣 不但交給對此展現了超高EQ 老婆孟格如也說 就當作憲哥實在幫忙宣傳 應該感謝他 而同樣在入圍名單的 還有就愛小S S姐說 你說他單槍B嘛 他蠻厲害 他一個人大我B群 本來一個人主曲沒有搭檔 真的不容易 但我了解他也是應該的嘛 難不成真不成了解他嗎 當然是我 我如果真的得獎 就是帶著露露上去 我會把所有得獎感言的時間 都讓給他 因為他人生等這個也蠻不容易 我好喜歡他 對啊不容易 所以 他非常優秀 通常都會倒數 什麼一分半的那個致志時間 我會全部讓給他 有這麼暖心的前輩 真是太幸運啦